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很高興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開始有網上查經的時間 我們都會嘗試深入研究討論,希望大家都可以投入 好了,我們已經開始了這個主題了,這個主題就說到重生得救之後必然會產生的果子 即是說人重生得救,他不只是信耶穌,只是信耶穌一件事 他必然有果子的,因為信耶穌的時候,聖靈會住在他心裡面 聖靈就會產生果子,就會產生改變的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改變的時候,聖經說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他的生命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一個真正得救的人是會有必然的果子 根據聖經我找出有六樣的,上次我們已經說了第一樣的 第一樣就是繼續悔改理罪,第二樣是繼續信靠神 這兩樣跟救恩有關,因為在得救的時候我們都會悔改 還有信靠耶穌做救主,然後跟神的關係就是親近神和愛神 就是第三、第四,然後第五、第六行為有關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我們今次是講第二點的,請姐妹你讀那個經文出來,好嗎? 繼續信靠神,若韓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是他們權兵作神的兒女 臨前十二章三節 所以我告訴你,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救了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好,謝謝,我們今次就講到一個人信耶穌 即是得救之後他必然的果子,即是一定會產生的果子 就是他會繼續悔改離罪,還有他會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還有信靠耶穌是他的主人,我們就有兩個經文 第一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他就像他們權兵作神的兒女 在這個經文,我想大家一起去想一想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在這個經文告訴我們,信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我希望大家放膽去說,在這個經文 有個經文很清楚告訴我們一點,就是信耶穌是什麼意思 你們放膽,有個經文看得到的,看得到嗎? 神的兒女 OK,這就是後果 後果,但是呢,經文說到那個行為 大家看不看到什麼行為就是信耶穌的意思呢? 我試一下猜吧,接待神自己 是的,沒錯 接待耶穌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這裡就是一個雙等 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 那就是告訴我們信耶穌的意思 不只是頭腦上信 因為呢,信是有很多意思的 譬如你說,有個人說,你信不信我很有錢 信不信我很有錢 只是信他有沒有錢的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是吧? 你信他有錢,信不信? 信不信由你,就是任你信不信 還有有些人說到關於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 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那就是更加離譜了,就是說根本都不存在的 不過你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的觀念 你信不信,譬如說 這些科學的事情 這些事情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那這個只是相信他是不是真的 或者相信這件事 但是聖經所說的信,由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是等於接待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的人 信的意思就是接待 接待就是receive 譬如有一個例子 其實有不同的例子 聖經有說到接待遠人 接待遠人就是給他在家裡住 可以招呼他 照顧他的需要 這就是接待遠人 那就是說接待耶穌 就是讓耶穌進去我們裡面 接待耶穌給他做他神想做的事 那這就是接待耶穌了 那所以接待耶穌 就是說讓耶穌進去我們生命 不只是我相信耶穌 因為有很多人說我相信耶穌 我聽過我相信耶穌 他的意思就是有些信有這個事實 但是聖經說到就是接待祂 就是一種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恩典 因為 OK 這個意思就是解釋給我們聽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就是接待耶穌進去我們的生命裡面 接待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 也都接待耶穌做我們的主人 就是當一個人他真的信耶穌的時候 他就不只是好像我相信的我相信的 而是他說耶穌真的好 耶穌是神 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他救我們真的好 就是他心裡面是會深信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來源 是我們恩典的來源 是我們福氣的來源 他將很多很多的恩典都賜給我們 那就是一個人接待耶穌 他是會感激耶穌 他會喜歡耶穌 他會多謝耶穌 他會繼續給耶穌在心中工作 他會跟耶穌有關係 所以這個接待是有這個意思的 就是接待一個人 我就是接待這個人進去我的屋子裡 我是接受耶穌進去我的生命裡面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經文講到接待 所以在很多人來說 其實那個接待程度也是有程度的 就是不是每個人信耶穌同樣接待耶穌同樣的程度 就是說他進入他的生命去到什麼環 哪一部分呢? 譬如我們曾經講過 我們用心靈誠實敬拜 我們的靈與魂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靈就包括我們整個人裡面與神相交的部分 我們用這個來思想一下接待耶穌 就是說接待耶穌就是 我首先接待耶穌入我的思想 認同聖經 認同神是最好的 認同神是將很多好東西給我們的 祂是生命的來源 祂是生命的主 祂是生命的來源 那這個就是首先接待思想上 接待耶穌 有些人所謂的思想接待耶穌 就不是的 只是理性上 理性上 說信耶穌 但其實裡面還沒有相信 但如果整個思想認同是不同的 整個思想認同就是 我認同聖經所說的 我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認同神是祝福我們的 神是凡事幫助我們的 那這個就是在思想上認同 那由意志上認同 就是我願意 按照聖經所說的 我跟從耶穌 我跟耶穌有生命的關係 然後就是感情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個感情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是很歡喜你 我想大家想一想 那如果你 首先譬如 就是你最親的人 你父母 我知道有些人的父母 就不是那麼好 有 但怎樣不好呢 都有一定的好處的 要不然大家都不會 長大到今天 就是起碼他都養大我們 那一定有照顧 不過 有時候有些父母 可能 就是可能 罵子女啊 子女覺得難受啊 或者父母對於子女的愛不是很強啊 所以子女有些難受啊 有些被指責 或者有些被拒絕的感覺啊 但始終他都是做了很多好事的 那假設我們有個很好的父母 那我們會接待這個父母 就是說 真是好啊 我真是很感激我有這個父母 我很喜歡他 我很開心有這個父母 在心靈上很喜歡的 那有些人 他真的跟神的關係是這樣的 是很喜歡的 很喜歡 那講到父母 有些人跟父母的關係 只是好像 容許他 就是一起住的 但是呢 其實就不是很喜悅他的 那我們 即是說 我們接待耶穌就是 哇耶穌真是好啊 耶穌給我這麼多樣的好東西 那好像那個十字架上 那個一齊被釘的那個犯人呢 他就會 就會說呢 你得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紀念我吧 他就 即是有一種信靠的心 他信靠 耶穌能夠救他 雖然耶穌現在要釘死的 他都信靠耶穌 你是會將能夠 你的國降臨的時候 你可以接納我的 所以 這個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感情上喜歡神 我是真的感情上很喜歡神的 為什麼我喜歡神呢 因為我呢 我看到神的東西 我就喜歡的 我見到萬物我也喜歡 我見到生物我也喜歡 我見到我身體的奇妙創造我也喜歡 我見到聖靈工作我也喜歡 我是很歡喜神的 我這個就是感情上 感情上很喜歡神啊 在感情上很喜歡神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跟祂 即是很喜悅祂 很歡喜祂 很欣賞祂 很享受祂 這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跟神的關係 這種 整個感情上起的距 然後呢 就是 靈了 就是整個靈 去接受耶穌 整個靈 去同神有這個關係 好了 我們在這裡停一停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關於 原來信耶穌呢 就是我思想意志感情上 去接待耶穌 相信祂是最好的 還有呢 我決意跟從祂 還有呢 我是在感情上 喜歡祂的 有沒有人想 有沒有東西問呢 OK 然後我們就 看下一個經文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那裡 那這裡呢 就說到 我們信耶穌是聖靈的工作來的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令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助的 就是凡是被聖靈感動的 不會奏助耶穌的 然後呢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也都沒有人能夠說耶穌是主的 沒有人能夠承認耶穌是主 就是說呢 原來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 我們會相信耶穌是神在裡面做事 祂會做事 然後我們才會相信祂的 如果沒有聖靈做事 我們是不會相信祂的 即是我們得救 人有這個信心 是神在裡面做事 聖靈在裡面做事 是聖靈感動的 我們才能夠說 承認耶穌是主 所以信耶穌不只是知識上 是跟神在靈裡面有個關係 在靈裡面有個關係 就是我的心 神真是好 我有耶穌做救主真是好 耶穌是我救主 是我的一切 是我的最好的 是我救主 是我的朋友 是我一切恩典的來源 因為神的靈在我們裡面做功 我們就會有這種的改變 所以 即是說一個人 真正得救 我們之前說的第一個果子 就是會知罪離罪 而第二個果子 就是會信靠耶穌 接待耶穌 我喜歡用信靠多一點 就是信耶穌 為什麼信靠呢 是trust 信任 我信任耶穌 我信靠祂 我信靠祂 祂會凡事祝福我的 祂會凡事幫助我的 凡事 祂什麼都能夠高度的提升我的 這樣的時候 祂跟耶穌 不是只是思想上的聯繫 而是祂整個靈魂 跟耶穌的聯繫 因為信耶穌 我們看到 由這兩個經文 第一就是接待意思 第二個是有聖靈的感動 去帶動我們去 去 認耶穌為主 為我們的主 認耶穌為我們的主 能說耶穌是主的 祂是我們的 Lord 是我們的主人 所以這裡說到 不是只是信耶穌 而是認耶穌是我們的主 OK 所以這裡說到 一個人得救 必然有果子 祂是會繼續這樣 信靠耶穌 和耶穌有這種 生命上的聯繫 繼續有聖靈在祂心中的感動 祂會從心底去感激神 愛神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問關於這一點 就是說 講到信耶穌的人 即是信耶穌的果子 第二樣就是 會繼續信靠耶穌 OK 沒有問題 我們就去第三點 就是說得救的人 必然的果子 我們所說的這六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 他犯罪 第一點就是 他繼續犯罪 他又不覺得有事呢 他是有生命的問題的 他和神是有生命的問題 他是 就是 如果他完全是沒有離開罪 就是完全沒有離開罪 他是可以是不得救 而一個人 他說信耶穌的時候 他只是好像信一件事 或者就是習慣了回教堂 他沒有真的信靠耶穌 他的心裡面沒有感激耶穌 沒有被耶穌做他的主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這一點呢 是我們需要去明白 就是 原來信耶穌呢 是這樣的意思 牧師我想問呢 我聽到嗎 聽到 聽到 是的 我想問呢 只是第二點那裡 其實呢 怎麼說呢 看到很多基督徒 其實都不太懂得去信靠 是的 那是否代表他們是不信耶穌的呢 信靠有程度的 因為呢 就是 由高度信靠 和輕量信靠 他首先信靠他做救主 就是說耶穌救他 這個是第一步的信靠 而第二步呢 就是說 在他生命之中 他信靠耶穌去帶領他去照顧他 去幫助他整個生命 他是聖靈感動他帶領他的 那這個是真的有程度的 就是有些人呢 他們是信得很少 不過 就是一個真正得救的人 他一定有 怎麼都有一些信靠的 如果他完全靈信靠呢 就是他自然覺得 信耶穌呢 就是 我知道耶穌我是回教堂的 就是 我根本不會信任他的 一點都不會信任他 那他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根本不是信靠耶穌 他只是 好像自己做人 不過他人生中加了一件事就是回教堂 比如一個例子就是黑手黨那些人呢 在意大利的黑手黨那些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真 就是那些黑手黨那些殺手 黑手黨的領袖 他會去天主教的教堂去告解的 那他們覺得告解完呢 他們就是 就赦免了 就得救了 就是這些就肯定 他根本就 就是有一種儀式 根本就不是和神有關係 就是不是信靠他 我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靈信靠 他是不得救的 靈信靠 是 答到了 牧師 麻煩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問 OK 那現在我們第三點呢 就講到親近神了 那不如你讀吧 你讀吧 你讀吧 是不是叫我讀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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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在這裡不想說名字出來 好 OK 親近神 讀聖經 讚美討告神 與神有生命的關係 繼續 若韓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 瘍在火裏燒烈 OK 你有什麼想說嗎 看到這個經文 其實你可以嘗試去解釋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什麼人是繼續跟神有關係呢 嗯 常在主裏面的人 就會有關係 因為主就是那個封印 就是那個封印是源源不絕 那我就可以從這個 這個葡萄圖樹裏面 支取到力量 那我就可以有力生長 和結果子 但是如果我 跌了下來 我沒有從主裏面 就能看到任何力量 那我就可能沒有心力 沒有力做任何事情 就會死 嗯哼 OK 那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 神有一種什麼發出來 有些什麼在他裏面發出來 祂說常在我裏面 我日常在他裏面 者人就多結果子 就是在他裏面有些什麼發出來 啊 力量呢 就 那你再全面性去說 其實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力量是一部分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就會多結果子 果子 首先我們可以想到聖靈的果子 也能想到侍奉的果子 那就是說 有些什麼在神那裏發出來 其實有很多答案的 很多答案的 就是很多方面的 你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去想一下 一齊個個都想一下 不用怕的 我覺得是感染力 是的 就是生命一路是一個影響 一個這樣傳出去 一路好像結果子 越整越大 越整越大 OK 生命力和感染力 你說到生命 感染 就是感染人的生命 因為它裡面有生命力 我覺得是生命的傳活 就是供應人 維持人的生命 那種能量 力量 什麼生命 美好的生命 我想回答 活水和麻辣 活水和麻辣 就是抗野的麻辣 活水 活水 其實這個字是一個 fictitive language 是一個寓意的說話 活水是代表什麼呢 寓意的說話 好像耶穌說 這個經文說 我是真葡萄雪 這個是寓意 耶穌不是一棵雪 是寓意 活水是代表什麼呢 那些葡萄汁 那些養分 聖經的話語 會有時候在你面前 好像跳躍活過來 跟你當刻的小景去說話 神會這樣 OK 即是它的話語 活水就是它的話語 OK 耶穌有說句話 信我的人要從祂福中 從祂福中要流出 從祂福中要流出 活水的光 和你 而這個經文正在講 是講到他們要受什麼呢 你有沒有印象啊 聖靈 是的 就是神的同在 聖靈就是神 三位一體的真神的第三位 它都是神的同在 所以在這個經文裡面所講到 就是說 這個 就是當耶穌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常在祂裡面的 耶穌就常在我們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即是祂裡面 如果我說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生命力 神有屬靈的生命力 屬靈的生命力 就是這個是最主要的 就是祂在神裡面 有一種無窮的生命力 這種屬靈的生命力 會令到人有屬靈的生命 有喜樂、有平安、有力量、有離開罪的心 有遵從神的心、有愛人的心、救人的心 即它裡面會產生很多果子出來 因為神呢 你可以想像好像 好像那些 英文Bubble出來 就是好像 一直流出來 又好像那些 Bubble 就是那些氣體 在水裡被那裡走出來 就是神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就好像 一個活水的光河 這個活水光河 就是一個形容來的 就是神呢 在裡面有一種生命力 它會流露出來的 在我們裡面 就是說原來我們親近神 就是讓神住在我們裡面 神住在我們裡面 神住在我們裡面 它就會 產生不同的果子 大家想回你信主的時候 有沒有人想說一下你信主的時候 那一刻 裡面流露出來的能力、動力 那種的 對你的改變 和之後流露出來的改變 有沒有人想說 如果想說的話 快點說 就是說你講一下 你經歷過 在你信主那一刻 或者之後 你曾經經歷過 神在裡面那種流露出來 湧流出來的那種生命力 大家有沒有人想說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見證 就是說 我們信耶穌 是不是只是一種知識上信呢 還是信耶穌 發覺有一個活的神 住在我裡面呢 我就想大家分享這件事 我想 我可不可以說我受洗的時候 那種感動 可以的 總之你任何時間 你經歷到神的生命 流露出來就可以的 我記得我受洗的時候 那要全部受洗 站起來 等下牧師要講一段話 我們才逐個上去受洗 我們站起來的時候 就是唱 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唱平安夜那首歌 那我就哭了 那 我就覺得很感動 其實平安夜那首歌 聽了很多年了 我都不會哭 但是那一刻我就哭 哭到整天都睡了 我就感覺到 耶穌實是很愛我們 竟然寫生成人 為了我 一個這麼不愧的人 就是 他犧牲自己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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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非常好 將你形容裡面的感覺 你說哭吧 你裡面的 經歷的感覺是什麼 我感覺是 上帝很愛愛 OK 很愛很愛 而自己又沒有做什麼 為他 就領受了這件事 OK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那種愛在裡面湧流出來 因為你是感動的 兩種 一種是很感動 在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另一種好像有一種愛在裡面流露出來 我問問你 在裡面 在裡面流露出來 在裡面流露出來 你可不可以再形容一下 就是那種流露出來 就是 你想清楚一點 將裡面那些發生的事 形容出來 這個都是我們學習分享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將裡面那個過程 發生的事 細節地形容出來 嗯 我其實都不是很記得細節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 那個 感受到愛 那種 感覺是 從很深的 心底深處 出來的 以至我整個人是哭到震的 不是就這樣感動的哭 感動的哭我 是很必要震的 嗯 嗯 OK 你形容多一樣 你的身體的反應 身體的反應 會震的 這也是一個 將它形容得更加細緻的 嗯 令到人知道 就是你那種震撼的程度 所以你 下一次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是感動到 震 人會震的 就是 在裡面那種震撼性 這個 你的經歷呢 我們套回去 才接待耶穌 這個就是 一個高度的接待耶穌 跟耶穌有一個 interaction 當然我們不是 時時刻都在這種 的經歷裡面的 不過呢 這個就是一個經歷 你裡面 是會對神有一個 高度的感激呀 高度的回應呀 這個就是 一個高度的接待 那大家 當你想回的時候 原來這些經歷全部都有關的 好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呀 因為這件事是很寶貴的 所以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去分享 讓大家更加 去體會呀 我也想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信主耶穌 是真正信主的那一刻呢 因為我是真的有一個病的 但是神就是 忽然間來到我當中 就是 有人為我 就是祈禱那一刻呢 我就完完全全呢 我真的覺得 我就將我真的交託給神 我即時決志了 然後我的心是很渴望 因為 因為我覺得神是真的拯救我 那我就 會很想 讀聖經 很多的時間去 就是 和神有一個 這麼深的關係 我那時候是 嗯哼 是 那你可不可以形容 你內心那個 裡面那種 流露的動力呢? 我 我經常 我當時呢 其實我是有病的 所以我經常會呼求神 我會呼求祂幫助我 是很深切的幫助 因為我覺得我那一刻呢 就是 都是嚴重的 那所以 但是神真是很奇妙 因為 其實就是祂來找我的 不是我 我當時我還不懂 去呼求主耶穌 是祂來找 就是進入我的生命的 那我 我會經常呼求祂 我又發覺原來 當我哭啊 當我 就是 很需要主的時候 他會差太很多天使來我身邊 所以我就 就是 我會覺得 神是很真實的 那我就會 經常會很遠 就是很想去看聖經 去知道多些 就是因為 不是很熟 不是很明白 那我就會經常看聖經 那又或者 就是呼求祂 因為那時候我就不懂很祈禱 那些 但是我就會 很需要祂 我會知道我很需要祂 但是 但是 是很多時候 很多的幫助 是真的 多到我 就是 一陣子 就是 整天都有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真的需要的 因為他 是真的聽 如果你 真是呼求祂 他是 真的 對那些很需要 接近祂的人 其實是 神會 會 就是 會向你啟示 我覺得是這樣 當時的狀況 OK 非常好 就是神 向你主動做了很多事情 你呼求祂 你覺得很需要祂 你可以說一下你裡面那種的 就是你形容 就是神在裡面 神在裡面 帶動你 以致你會怎樣呢 我會很倚靠祂 我覺得神是真實的 我會很 我會 我會 經常都會感恩 就是 就算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真的 見到一些東西 譬如說很漂亮 神力的創造很美麗 就是 我會經常都感恩 因為 因為我覺得 他真的救了我 我覺得 我也很需要他 雖然 一些行為上 我都 我盡量 我都知道 就是 生氣 那些 盡量都少些 但是 你知道人是有脾氣的 但是我會 就是 盡量都 希望神會喜悅 就是 就是 都會做 我現在就 我覺得 如果我有心 有力的 就是有時間 我也會願意做事奉 OK 好 我們就是訓練人自奉的 如果你想的話 我們很樂意訓練你 非常好 就是裡面那種 改變的力量 就是 這個就是 結出果子了 就是 神在裡面 有時候 我們遇到的困難 是 令到我們 去拔著神 而拔著神的時候 那個結果 就是產生很多的果子 出去了 OK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因為我們就想大家 自己去想 在這個過程中 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祂做了些什麼 祂的本性 在這個過程中 顯露出來 如果你想到 你都可以說的 就是說 神在這個過程中 祂有什麼本性 流來出來 祂有什麼恩典 流來出來 OK 還有可以有其他人分享 如果沒有的話 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分享兩 第一就是我信主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有一種能力 湧過我裡面的 在裡面有一種很光明的感覺 在一個報道會裡面的時候 好像整個人 好像有一種光 臨到我身上的 那之後呢 我後來回教會 就是我裡面是一種 很強烈的動力 去尋神 而我是不是 就是沒有人邀請他去教會的 我是有一次見到一個同學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泡沫地 因為泡沫地是縮了去的 在香港那裡 那我就說 為什麼你會坐車來泡沫地 他說我去教會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就是 就是 曾經思想過 神 是不是有神 而我後來呢 就是 有一個 人 總之有機會向我傳 講到神是真的 他回答了我的問題 神是真的 我心裡很好奇 而後來有些同學 就請我去報道會 但是請我去報道會呢 我又 就是我那次舉手呢 然後起床就好像有光 在我身上那樣的 但是我的同學沒有一個 邀請我回教會 沒有一個跟我說 你回教會 他們邀請我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跟我 就是說你回教會 而是我後來見到一個同學 我就問他 我說我 就是他就 說他去教會 我就想想了很久 然後我問他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 是 然後呢 我去到呢 就是 我就說出我心裡 就是 我是很想肯定 神是否真的 那 就 那 我後來 就是我一直研究 發覺神是真的 那我是很大的動力 就是很大的動力 我向 我所有周圍的人傳呼 包括我當時的家人 是很反對的 很反對的 但是我都 他嚴嚴吩咐我 你不可以再跟我傳輩 但是我依然是我的傳輩 那這個就是我 初信主的時候呢 我真的爭取機會去幫人 那後來呢 我信主第三年 我在一間基督教學那裡教書 在第四年 基督教學教書 我是帶那些學生 那個 因為那個校長聽到我的見證 他就叫我做 他的團長的負責人 就是這個團契的負責人 那我去團契很多人 因為是 有百多人參加的 那就是 我是很興奮 我跟他們說 我想帶你們去傳呼音 那我們知道 如果團契還沒開始 我就帶他們去 冰頭花園 就是現在動植物公園那裡 去傳呼音的 那這個是我初信主的時候經歷 還有我就很想事故神 在裡面有一種動力 我也都很經歷到 當我親人神的時候 是裡面有平安 有力量的 而我當我經歷聖靈充滿 都是一個很震撼性的經歷 那個經歷是強的 比較我才所說 是更加強的 當安卡羅布勒家 在南美洲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按手在我頭上的時候 即時有很強的能力 進入我裡面 好像電流這樣進來 然後呢 我是同時感受很大的愛 我是立刻感動到不得了 我立刻說 原來神可以這麼真實來到我身上 然後我就很毀身去愛神 去祈禱 去處理生命的罪 在裡面是源源不絕的 這個經歷是更加強烈 比我經歷到神那種同在 很強烈的臨在 那時候我自然感覺到 身體的能力 即是 是可感受到的能力 感受到什麼程度呢 我還記得有一次聚會 其實就是那一次我經歷 第二次我就叫一些教友去 那時候我已經是牧師 我叫一些教友去那個聚會 然後去那個聚會的時候 他按手的時候 我們都躺在地上 即是立刻整個人變軟了 然後呢 到了 差不多我起床 我就拍一拍我旁邊那個教友 當我一碰他的時候 立刻有電流在我身上 經過去他那裡 即是我即時感覺到那種能力 去到他身上 那這個就是 是一種可經歷 可感受到的能力 那我就 祈禱的時候 也都不斷感受到能力 是給我一種很強的動力 去親近神 而我為人祈禱 就很多人 有經歷感動 愛 即是給我看到 神那種生命力 真是很強很強 所以在那時候我開始 可以祈禱很多的 就養成了整天 即是日夜 祈禱 幾時都祈禱那種習慣 整天都愛慕神 感激神 這個就是神那種生命的強烈 神那種 祂的大愛大能 在我裡面流露出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羨慕 渴慕神 渴慕 這個就是我們親近神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 好像機械化那樣親近 而是 真是心裡面 神你真是好 你裡面是有無窮的恩典的 譬如有些人去過天堂 都說到 他說經歷那種愛 有一個人叫Ian McCormick 他是我可以傳那個影片給大家看的 他是上到天堂 見到耶穌的時候 他說沒有人能夠準備到見耶穌 因為他當去見耶穌的時候 那種愛湧流在他裡面 是極之大 是他很震撼性的 他這個經歷的時候 他大約二十多歲 他分享的時候 就是他後來做了牧師 他分享的時候 可能大約是五十歲左右 他分享的時候他都哭了 看到他眼淚淚 他在說的時候 就說到他自己真的 很震撼這個經歷 所以呢 就是說 他就多結果子 神的同在就會叫我們多結果子 這件事是非常美善的一件事 因為神裡面就是充滿愛 充滿生命力 充滿影響人的能力 OK 有沒有人想回應 我現在講到就是 原來親印神可以帶來這樣的果效 不是每個人去到這個經歷的 不過你沒有這個經歷也好 總之你 經常都珍惜神 你就會越來越進入 神的強力的動作 你越愛神就越強力的動作 OK 牧師我想問 不好意思 你先 不要緊 不用 你先 好 不客氣 牧師 有一個問題 我也很學武神 那我聽見你說這個見證 被按手之後 你就好像搭了火箭 那樣 那個屬靈的生命 長得很快 還有很多經歷神 但是呢 我現在又沒有安卡羅 然後呢 我還是好像在用兩隻腳走路 那 還有呢 有時候聽到有些姐妹很多領袖 都很羨慕 那我想問 如果面對 譬如我面對這個狀況 我 很想 有很多領袖 又好像很想你這樣 去搭火箭 不是再用兩隻腳走路 那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我 在我的教導裏面有講到 怎樣被聖靈充滿的幾樣東西 還有怎樣保持 第一呢 就是 離聚 離開聚 第二呢 就是 全心信靠聖經所講的真理 就是 信和應爲聖經的真理 第三呢 就是 信神很想充滿我們 就是 當我們親認神的時候 不要覺得 很難很難 其實神是很想的 信神是很想充滿我們 然後呢 就用多些時間 用心靈誠實 這些呢 我可以 在 就是 我們那個群組裡面 我會發出這些 那些 影片 或者是那些教導 這樣呢 那你就 越是 就是 多去親近神 愛慕神 你就會越來越經歷更多 然後呢 就是 願意遵從神 還有按手祈禱 都是有幫助的 那你 我們星期日下午的聚會 我是會幫人去經歷聖靈更多 你越投入你就越經歷更多 那麼我們其中有一個姊妹呢 我 叫她 就是說 好像整個心靈去愛慕神之後呢 她就開始 去到 飛到耶穌那裡 就開始 每次祈禱見到耶穌 其中有一個姊妹 那麼呢 她都 時時回到我們的聚會 那麼她和 聽到耶穌講話 這樣的 那麼之前呢 也都有 兩個人上過天堂 就是 一個是關姊妹 在網上看YouTube 你會看到的 關姊妹呢 就是 她就上天堂 她就見到耶穌 她又見到 她見到她自己的本 賞賜紀錄冊 因為我是更生她的靈命 就是她的傳導人帶她來找我 那麼她來了 跟她祈禱 釋放之後 整個人完全的改變 然後呢 她就 後來她就 上天堂 耶穌就讓她看到 她的賞賜紀錄冊 這個在影片也有的 那 即是影片 就是她說了 不是拍那本書出來 然後她就說 我想見 耶穌斯那本 接著呢 她就見到 那本 耶穌叫天使 帶給她 那我很感謝神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是不配神的恩典給我的 是 那本 那本 我上次的賊 是 是很厚 還有包金 還有上面寫著 我的愛子 跟著我的名字 我很感謝神 我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動 神 多謝你 這麼欣賞我 還有呢 是感動我 而我 肯聽話都是因為神的 給我的動力 我很感謝神 我不是覺得我自己配得 那我只是鼓勵大家 原來我們肯聽神話 神可以稱我們做祂的愛子 愛女 祂所愛的一個人 那 我鼓勵你 其實每個都是 一起回來 我們更多一起 親近神 我們會經歷聖靈更多 其實我在網上有很多影片 有很多人 就是我們跟祂祈禱的經歷聖靈更多 如果那些人越渴望 那個經歷越強 而我又會教導大家 我們經歷之後 怎樣保持 和怎樣運用 有沒有人 我先 你還想回應 OK 有沒有人的回應 那我們 今次還繼續說這裏的經文 就是說到神裡面有一種這麼豐富的生命力 而我們肯聽神話 用時間親近神 親近神是兩方面的 一方面 我們寫文字都說到 第一就是 經歷 那 就 譬如有些人經常說攻擊 那我有一篇 我剛剛說過的 在Facebook 大家會看到的 在Facebook 有兩個帳戶 一個就是復興宣教士工 那個 那個影片的質素比較漂亮 那個相片比較清楚 另一個是葉牧 葉牧師的牧 那麼 那裏呢 也有那個影片的 就是講到 我們不要跟聖經 有很多人 就 就有些 很奇怪的教導 就以為 經常有什麼事發生 哎呀我 我又病了 我又發燒了 我又吵架了 又是魔鬼攻擊石 什麼發生都說是魔鬼攻擊 那這些就是沒有聖經的基礎 聖經說 耶穌說他已經被我們拳兵 踐踏石頭戒指 聖過受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的 即是沒有東西能夠害我們 聖經說了 但是有些人經常說 有些東西會害我們 當我們聽神話和遵從神 是沒有東西害到我們 這就是有聖經的基礎 魔鬼什麼時候會害到我們呢 偷竊殺害的位置 就是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如果我們悔改 我們處理生命 是不會受到攻擊的 魔鬼是無法攻擊的 我們親近神 尊重神的時候 處理生命是無法攻擊的 所以親近神是包括 讀聖經 讓我們的信仰很穩固 我是很強調 觸實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很多東西 我就觸實祂 留心經文 然後多些讚美 愛慕神 在祈禱的時候 求 聖經說 你不要以為用重複話 就會得夢誰聽 這裡只是講到祈求 有些人求錢 求結婚 求錢 原來就是 就是說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愛慕神 因為聖經說 神是愛祂的人 所以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耳朵 未曾想到的東西 是神為祂預備很多好東西的 所以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去愛神 去感激神 去感激神 在詩篇有很多讚美神 清重神的教導 所以我們親近神就是去讚美祂 愛祂 與祂有生命的關係 以及回應祂 即是祂感動我們 我們就回應祂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然後跟著他就說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不償在我裡面 就像枝紙丟在外面枯乾 人十起來 溫在火裡燒了 就是如果那個人 不時事在耶穌裡面 就好像樹枝丟在外面枯乾 就溫在火裡燒了 這個就肯定不是天堂了 這裡講到這樣燒了 然後呢 聖經裡面的經文 這個都是地獄的 就是說如果有人 是完全沒有親近神 我試過在一個教堂 曾經我在那裡侍奉 不過有很多人 是不是我牧羊的 那我在講到 我都是很直接的 我說 你們有多少人家裡有祈禱 我是很驚訝 是有很多人沒有祈禱 只是一部分人舉手 那或者他是害羞 不過如果這件事牽涉到 清楚得救的 他們有很多人 直接沒有做這件事 他回家沒有祈禱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不單止是說有祈禱 是跟神有一個密切關係 是感激神 從早到晚 我自己呢 我從早到晚 我從起床一開始 我就第一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就充滿理落 我時時告訴自己 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 我就多結果子 神就喜悅 即是聖經那些說話 是說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所以我就馬上說 我可以有原因開心 這就是互動的祈禱 大家都可以使用 第一個恩典祈禱 就是宣告神在愛我 神祝福我 就是由神到我這裏 然後我們對神的敬拜 第二種祈禱 是敬拜 讚美神 多謝神 感激神 我要加上一些感性的字 神啊 我捉住你 我需要你 我喜歡你 我捱住你 我抱住你 我會用這些說話的 然後呢 就是互動的祈禱 就是我一邊祈禱 我深信神現在很開心 祂因我們歡恩喜樂 這個西班牙書三章十七節 當我們時事 喜歡祂的時候 祂亦都很喜歡我們 那我們就得力了 裡面就會生出果子出來 就是我真的發覺 我自從經歷四年充足之後 我是一路一路成長 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更加神給我很多的教導 我又感謝神給我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傳揚出去 真是在裡面湧出這些果子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會常常湧出這些果子 因為來了耶穌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如果人不是時事在耶穌裡面 就好像枝子丟在外面的枯乾 就丟在火裡面 是完全失去救恩的 所以我們幫一個人信耶穌之後 我們一定要告訴他 你多祈禱了 最簡單的教祂 悔改 認罪求耶穌赴免 謝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願意聽你的話 就是幾句說話的祈禱 教祂這個祈禱 多些是去認罪求耶穌赴免 耶穌赴免 耶穌救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願意聽你的話 願意愛神愛人 幾句祈禱 祈禱可以用 OK 對於親近神 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OK 如果沒有我們就在這裡 今天就到這裡 那就大家過後想回 都可以再問 那 是不是有人在想 牧師 是啊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 會飄進火湖那裡 剛才你也有提過 會失去救恩 那怎樣去理解這個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好嗎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不是聖經的真理 我們找一次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首先可以在群組發出一個文件 這個是一個神學 就是加爾文神學的一個結論 但是呢 是 不是 其實很多經文 是說到 是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最簡單大家都 記得這個殺種的比喻 第二種是落在淺土 發牙最快 它真的生 不過一到有困難 它就死了 第三種是在驚激裡面生 跟著呢 把刀擠住了 那就是說這幾種的種子 尤其是第二種 它是 跟著呢 它就很快就跌倒了 那麼聖經也都說到 在末後的時候 耶穌說 哪有許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無 還有有離道反教的事 其實經文有很多是很清楚的 在希伯來書有一個 講得很清楚就是說 有些人嘗過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尤其是天恩的滋味 但如果他們故意犯罪的時候 就 贖罪的制就再沒有了 我有個文件 我傳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經文 還有我在那個 Google Drive 那裡 我就放了很多文件 和各樣的東西 在那裡 那麼你按那個 還有這個錄音 都會放在那裡 那你找個 Zoom 那個 Folder 那個資料夾裡面 就有這些錄音 那麼那些文件 就在中文文件那裡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的 我找一次我會回答這件事 有沒有問題呢 OK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在這裡祈禱結束 親愛天闊 多謝你 因為你告訴我們 你是生命的來源 你裡頭有永遠的生命 當我們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就更新我們的生命 你就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多結果子 讓我們願意真是 讓你在我們的生命中 作王作主 讓你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你在我們裡面 產生不同的果子 讓我們 讓我們 讓你改變 並且在心裡面 真心接待你 讓你做 舊主和主人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不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